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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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勘探行动的一位考主记的老前辈 回忆自己当年进入地宫的那一幕 仍然是记忆深刻 952年锦灵石碑楼 被雷电激起了火 当地文物局派了三档工作人员 沿着道洞爬进了地宫 其他人相关人员在外面拉绳子 第一道石门敞开着 第二道石门半开着 有一扇石门错了位 走到第三个圈 走着走着 出现了道膝盖深的积水 到第三个圈 积水涨到了胸口 冰凉的水刺骨 给人一种很可怕 很惊悚的感觉 走到亭放棺材的后世 里面全是水 而棺果没看见 这三个人就急忙地退出了地宫 从此决定不将地宫对外开发 因为这个地宫曾遭到刀墓的恶运 这里面含有康熙皇帝 被人拖出来的骨骸 一直被沉浸在水中 直到今天康熙的石骨在水中 被炮的长达六十年 实在悲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则任编辑